各位自由亚洲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教授梁文涛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评论是 北京政府的种族灭绝政策 野来天怒人怨 中国在美中阿拉斯加会谈后 不久就出了一个报告 叫做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对于美国在武肺疫情失控 美式民主引来的政治乱象 种族歧视恶化 社会动荡 贫富差距 驾剧社会不公 以及踐踏国际规则 造成人道灾难 这些情况提出严厉批评 报告之中充满了诡辩的成分 当中比较值得讨论的就是有三点 首先报告批评美国政府应对 疫情失控的情况 北京政府难持其咎 一方面北京疫情扩散之初 北京表示大家不需要担心 令到各主要西方国家 甚至其他国家都掉以轻心 以为只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流感 另一方面北京政府也刻意对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其他国家隐瞒病毒的威力 以及他们在中国里受创的程度 其次报告声称 美国贫富差距加速扩大 民众苦不堪言 疫情失控导致大规模失业潮 几千万人失利医疗保险 弱势社群成为政府消极应对疫情的最大牺牲品 但其实贫富差距严不严重 其实都是政策问题 而不是对人权迫害的问题 况且这些问题各国都会存在 而事实上 在中国的贫富差距 其实是比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要高 而在全革化过程中 各国的贫富差距 过去这几十年 其实本来就越来越严重 疫情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 亦都不仅是发生在美国 香港也好 台湾也罢 中国也不用说了 都是越来越大的 而最后 亦都是最讽刺的一个批评 就是报告里面说 美国小数族裔 是遭受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而有色人种之中 18岁以下未成年 比例有三分之一 但是被监禁的未成年人 是占了三分之二 而非裔的感染母费的比率 是白人的三倍 死亡率更是白人的两倍 被警察杀死的机会 是白人的三倍 四分之一的亚裔年轻人 成为种族霸凌的目标 这个报告用这些数据 就说美国种族歧视 由每个国家都存在歧视的问题 这些是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而不是政府刻意压迫少数族裔的人权 当然了 不是说政府不需要改善 但是这个不是政府刻意去做的 其实这个报告都是借题发挥的 北京将母肺病毒带来的和害 就是说成为是人权被侵害 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如果这些说法站不住脚的话 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侵犯民众的人权 中国试图以这个报告来转移 大家批评它们种族灭绝恶行的焦点 近月五眼联盟联同 欧盟一共三十几个国家 对共产党压迫维吾尔族人的罪行 大事撻伐 欧盟最近还宣布对相关官员进行制裁 这是1989年北京屠城之后 欧盟是第一次就人权问题 对中国实施制裁 当然这次欧盟的做法 都是激怒了中国 而中国批评欧盟的做法是网鼓事实 并且进行反制 宣布制裁十名欧洲议会议员和学者 中国被指控将维吾尔人 拘留在西北地区的庞大再教育研中 为数至少一百万人以上 还有亲身经历的提出有关酷刑 强迫劳动性药袋这些指控 BBC今年2月发布的报道中 受访者提供了很多被拘留者 遭到强奸性药酷刑的第一手证词 北京也都面对BBC这些 不太会做的报道 自然是要禁止 所以整个BBC世界新闻台 都不可以在中国播出 英国外交大臣南通文表示 维吾尔人所受到的待遇 是对最基本人权的 蟹人听闻的侵犯 同时 欧盟议会已经站立了 组织的中欧投资协定 连一项倾向中立的瑞士 都有意和中国修订 原本中国瑞士的自由某协定 还有在3月19日 还罕见地 中国人的意大利亚发表意见 批评北京有越来越专制的倾向 以及压制意见人士 以及少数民族 目前 北京政府可以说四面坐高 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和人民都了解到 不能够再对于中国种族灭绝行径 事由无睹 如果北京不改变它的恶行 将会损害了中国自身 即是经济体的贸易关系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